整形一夜之春秋 春秋一见看整形 今天我们在美容外科学会 特别来跟谢丞翰医师 讨论一个议题 这次美容外科学会 甲体非常多 从四家进入到第五家 现在甲体这么多情况下 消费者到底如何选择呢 那我们的医师在看甲体的时候 价格越来越高 到底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清楚知道 我的甲体到底要有哪种比较适合 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请我们谢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甲体它价钱越垫越高 这样的厂商会有它的成本考量 但是一方面就是消费者的心态 要拿定自己的组物 有时候并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 可是它颠倒过来 就会想说我们有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标价比较高 是不是品质比较好 那事实上我觉得啦 就整型外科医生的立场 包括我相信理事长也会同意 其实整外科医生的技术才是一切的根本 对那消费者有时候会被广告或是宣传牵着走 那所以呢我会建议来做一个题目 就是好吧那整型外科医生来盲测 好我们现在一排甲体全部布盖好 来盲测看哪一个你最喜欢 那也可以找消费者来盲测 谁最喜欢那我想最后结果应该是很平均 因为甲体呢有硬有软有松有紧 其实各种都有那重点呢 我觉得甲体还是在慎犬医师 如果你选到一个很好的医师 他给你做一个很好的手术 事实上任何甲体放进去应该都会很不错 对不对这样比较合理嘛 对那不要被品牌迷思牵得走 我觉得这样比较中性 因为现在有些品牌做的非常大 是不是那个大的品牌他来去做这个甲体的时候 是不是消费者的自信心关信心度 或者是我们医师的信心度会比较 有一点 有一点会受影响 因为以前的人做甲体他会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现在不是啊 现在做完之后第二周他姐妹套全部都摸片 然后再下个礼拜就要来咨询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炫耀的心理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今天做最贵的 我这个最贵的你这个 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心态有点变 那刚好这个厂商也抓住这一个 这个心态 对所以他一直往上垫 我本来一年前说我在退休的时候 因为我今年大概48岁 我估计也许我60岁的时候可以退休 我以为你两年后就退休了 我本来以为说我60岁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对甲体50万 现在今年就要出现快了 今年就要快出现了 2022现在是2023 对 2023就快出现50万了 为什么一对甲体要这么贵啊 我也不知道 贵的到底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连等于外科医师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 为什么 那我是消费者我要怎么判断 老实说因为手术的成本一直在往上加 你包括这个人员的成本 那这个场地的成本 还有任何的医疗器材 现在规范的越来越严格 那甚至还会叫不到货 是 因为会缺货嘛 全世界大家都在抢 从这个疫情之后 整个医疗的这个美容的上升的比例幅度 非常之高 那所以突然之间大家都要 要的时候就会涨价 那一旦涨了之后又退不回去了 是 哇 谢谢你 谢谢我们下一期的整营春秋 甲体大作战 谢谢谢医师 谢谢 OK 好